我现在就在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 9月13号晚上 江苏民族舞剧《红楼梦》 就在这里首次出海 进行了首演 在充满活力的新加坡 这部由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典剧著 以全新的艺术形式 呈现在国际舞台上 成为一颗跨国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很早就订票了 然后看着表演 我觉得很多把书中的细节 用一些舞蹈的语会表现出来了 我觉得满足我一个红迷来讲的期待 就不由自主地会流泪 什么也特别能够打动 这些年轻人中国的美学 再加上一些现代的科技 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有意思 结合了舞蹈 音乐 舞台 灯光 服饰的设计 我觉得是不单是视觉 也是听觉的胜月 我们希望中国与新加坡两地的艺术团体 和艺术家有更多的机会 能互相的合作 交流 可以说这是我们江苏大集院 是我们演出团队奉献给新加坡的观众的一台 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 今天的首演看的观众也是印象极为深刻 很多观众情不自禁地在流泪 可以说从舞剧的角度 把这部经典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城市 那么新加坡是这次红楼梦舞剧 一个首次出海到国外来演 非常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